那我们在谈这个一位一家 上一回啊我们提到这个水盾 水盾呢其实是一位 在道家里面讲起来当然是很神奇 不可思议 人跟水合一 而且人的意念到哪里 他能够到那里 这是水盾 所以有那个贤奇的这个小说讲 他只要沾一点水 往西空中一潭 这个水就慢慢成为大水 那么他的人啊就整个在水里面 那么他意念一想 我要到东岸 刷 他就到东岸 我要到西岸 刷 他就到西岸 在水里面啊很神行啊非常的迅速 这个法叫做水盾 人不见了 在他的残房里面只有一滩水 因为那个师父观想自己已经完全化为水了 一滩水 这个弟子好奇 这个弟子好奇 师父哪里去了 这个残房里面只有一滩水 他就拿一个石子丢到水里面 师父出定以后发觉身体里面有一块石 有一块石头 令他很不舒服 原来是弟子 原来是弟子啊搞鬼 唯一的方法怎么样子 他自己又做水观 化为一滩水 然后弟子再把那个石头拿走 等他出定的时候 身体就好 然后我看火点里面呢 有记载这一段的事实 这是因为你跟水合一 这水观法有这种这种事情 很奇怪 所以我上回我讲啊 他说我们做水观法 进到河里 这一样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突然间有一只鱼在中间的时候 你就出定 哇你吃撒西米 这种是水观法 不过这个讲起来都是水一味 那么我们也提到有弟子问啊 如何跟山容易 密教里面有 你做一个山的那个索印 做一个山 做一个山的索印 做一个山的索印 其实这个是五字索印 五字印 也可以做山的索印 那做一个山的索印呢 你观想 一座山 观想自己化为一座山 自己化为西米山 那样子雄围 那样子雄围 然后念 就是加强他的观想 你会显现成为不动如山 那我自己本身在修法当中 观想自己化为一座山 结山的索印 结山的索印 念 自己就变化成为一座山 那么你的意念是山 索印 咒语是山 索印是山 你就无形当中化为一座山 这就是跟山融入了 这个是一位 山的一位 山的一位 你常常修的话 你就不动如山 像卢斯尊要到佛国去 你说佛国在哪里 这个我哪一支笔 哪一支笔 在这个墙壁上画一个门 上面写着通往佛国 通往佛国 你把这个门打开 进去 你就到佛国 就那么简单 你只要懂得一位 一位瑜伽 还有一次啊 我以后会写出来 我从这个密宴 回到幽灵府 从沙迷迷回到幽灵府 在开车当中 人啊 融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 等到我出订的时候 车子已经在家门口 但是无形当中 你人也是在开车 人还是在开车 但是你那个另外一个神事啊 融入另外一个神秘的佛国里面 这是一位 在开车里面也能够禅定 但是你们不要试 开车 明明在开车啊 但是你融入另外一个境界里面 所以你懂得的话 你到了五台山啊 山西五台山 师尊也去了 五台是什么啊 是文知施利菩萨头上的五级啊 一二三四五 是文知施利菩萨的head 他的头啊 五台山 为什么叫五台山 文知施利不是五级童子吗 一二三四五 他文知施利菩萨的五级啊 就化成五个台 只是人家不知道而已 他有金刚净土在五台山啊 你看得到吗 我们到了这个台淮镇 台淮镇啊 那里有一个台 有一个镇叫台淮镇 你说我们来礼拜五台山 我从这个最高的这个地方啊 一直拜下来 看到菩萨就拜 看到佛就拜 看到文知施利菩萨就拜 哇 一直拜下来 但是他的净土在哪里啊 你知不知道 你要进去很简单 你要进去很简单 一个宝盖头 他有一个 有一个净土 叫做金刚 一个宝盖 底下一个漆 那个念什么 酷 金刚酷的净土 文知施利菩萨在里面 你要进去很简单 拿一支笔 咳 敲一下 你就进去 以后你们试试 那是因为啊 你只要跟文知施利菩萨的心通啊 心相通了 你修他的法 相应了 你只要一定 文知施利菩萨现前 金刚酷 现前 你就进去 一位 宝盖的经济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到金刚酷 文知施利菩萨的这个 这个净土 很简单的 住在天台山啊 舞台山的人啊 不一定能够进到金刚酷 敲一下 一位 你就进去 Omanebem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